屏東縣復興國小五年級八名學童 在老師高志明、王慈燕及張簡朔燕的指導下 以屏東平原早期重要產業甘蔗為題材 透過實地踏查、訪問與製作影片 記錄屏東唐業發展的歷史 屏東唐廠文物館這裡 記錄著屏東平原唐業發展故事 師生們從去年10月開始 利用每週三下午實地訪查 從屏東唐業發展的故事 到記錄20世紀後萬丹的甘蔗育種場 阿溝唐廠辦公廳社 屏東唐廠文物館的影像 及進行相關活動與人物的採訪 學生覺得會議良多 我之前不知道甘蔗是怎樣生產的 我一直以為甘蔗是用種子種 可是結果發現甘蔗是 把它頭接下來 然後再接到頭上去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件 這個研究跟大家講 因為如果不去研究這個東西 真的沒有幾個人知道這種 甘蔗是怎麼種植之類的 復興國小將研究資料及影像 製作成專題網站 以平堂找甜頭 尋尋秘密 甜甜蜜蜜為題 介紹屏東唐業發展歷史 參加2019年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專題網站競賽 獲得國小地方歷史古蹟組金獎 我覺得參加這個比賽很值得 可以學到之前沒有的一些知識 在這個專題中我們透過實地踏查與訪問 然後我們將那個屏東平原發展的歷史 故事與秘密 透過這個活動來巨星迷移的呈現 在探究過程中為了更了解甘蔗產業 師生們特別在校園內種植甘蔗 揭露甘蔗的生長過程 同學們在種植過程中也體會了農人的辛苦 我們有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種甘蔗還有採訪 然後前幾個月沒雨季的時候 甘蔗倒下來老師帶著我們這些群人 一起到甘蔗園那邊把甘蔗扶起來 所以我覺得可以體驗到那個甘蔗農的辛苦 師生們製作的網站在投入的新路歷程之呈現 及行動回饋方面表現優異 像是萬丹甘蔗季 萬丹甘蔗育種場等關鍵字 提供Google關鍵字豐富且值得參考的資料 因此在網界博覽會國小八支分組金獎隊伍中更脫穎而出 莫得新宇欠老師紀念特別獎 指導老師高志明表示 復興國小前身是台唐公司子弟學校 與屏東平原上的唐業發展歷程息息相關 透過此次的專題研究 也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家鄉的產業 復動新聞 張如雲 張志豪採訪報導 今晚日歷程的新聞正教育和早就職員